中共花费很长时间爆买,21设计的石油,安装汽油发动机的汽车自诞生以来的130年间汽车产业一直受制于原油的动向,本来纯电动汽车EV的普及将解除燃油,紧箍咒但又出现了新的制约因素,作为车载电池原料的稀有金属股出现短缺,在纯电动汽车市场上跃居世界,第一的中国正逐步掌控股的采购网络, 丰田汽车副社长四师茂树,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,CEO西川广人等日本车车企高层7月24日出现,在东京匣关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内,他们在这里举行汽车新时代战略会议,制定日本车的电动化战略,股的采购将成为大的瓶颈,政府不能想办法支持一下吗? 会上出现了对锂离子电池的担忧之声纯电动汽车,需要搭载很大的锂离子电池,股市制造电池阳极,所必不可缺,的材料而鼓的产地,主要集中在非洲中部的钢果民主共和国,占全球产量的60%在上游钢果爆买出现这种情况, 的一个原因是从纯电动汽车,V的最上游到下游,中国历史多年开凿的运河正在逐步开通,离中国那么远,常住那里也很辛苦吧? 不会,最近还建成了华人街,我每天晚上,都去喝点小酒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,链接钢果的骨矿,Royotes,那里指的是位于广袤非洲大陆,中央的钢果民主共和国,日本国内大型商社的工作, 人员同刚从钢果回来的中国商人,进行了上面的对话,在干旱的非洲最深处,中国资本正在推进爆买中国资本,瞄准的适用于锂电池正极材料的稀有金属骨,在钢果与赞比亚的边境附近,有着全球数一数二,是铜矿带Coverbuilt,骨作为铜生产的副产品产生,目前钢果的骨产量占全球总产量,的约六成, 中国资本相继进入该地,并开始控制股的采购网络,就像完全控制了中东的油田与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,搭载小型锂电池不同,纯电动汽车需要搭载较大的锂电池,随着纯电动汽车,的普及股的价格持续上涨,作为国际指标的伦敦市场交易价格,较两年前相比上涨至四倍虽然削减股使用量的新,一代电池技术的开发, 也在推进不过量产化需要时间,为应对中国政府推进的加紧,向纯电动汽车过渡战略,全球的电池厂商和汽车厂商,目前不得不依赖刚果产的股,根据市场调查公司的预测, 2035年全球纯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1125万辆市,2017年15倍以上因此股的价格暴涨,作为国际指标的伦敦市场交易价格,已经是两年前的四倍以上日本车企高层的担心主,要集中在中国企业对股的爆买问题上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, 2018年4月北京车展上的纯电动汽车,例如中国的电池回收企业格林美,詹2018年3,越宇在刚果拥有权益的瑞士资源巨头佳能可,Glanco,签订合同将在三年里,购买相当于约5.3万吨的股佳能, 可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生产商,格林美采购的股相当于佳能可,2018年到2020年预计产量的三分之一,洛阳联川牧业集团,2016年初,从美国自由党麦克莫兰Fripport McMoran,那里获得了全球最大的铜骨矿,腾科富古炉母铜骨矿超过一半的股权,日本精产省汽车客,对于中国企业保持警惕, 就像完全控制了中东油田一样,更复杂的情况是通过非法途径,开采的谷从刚果流入中国,在被带刺铁丝和水泥,强围起来的资本巨头持有的谷矿山周围,遍布着用破旧的布料,搭建的简易帐篷,上文中提到的那位日本商社工作人员,四年前访问刚果,时看到了这样的场景,当地居民在违反开采, 股从几年前开始露天违反开采急剧增加,借助简易的木质脚手架,往地下深挖的露天开采,时常出现事故据称刚果开采的股中,非法开采占到一城居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,趁在这种露天开采中,雇用铜铺现象横行大赦国际,指出通过铜铺之手挖掘出的股流 像中国的零部件厂商,最终可能被用于在全球销售的IT产品和纯电动汽车上,下游宁德时代掌控赞助商,链接赞助商,链接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,CVBL,是世界上最大的车载电池厂商,正陆续向各大车企供货。 2016年6月底,从德国宝马那里拿到了数十亿欧元的大订单,德国大众和本田也计划向宁德时代,派购宁德时代的总部福建省明的是,美国特斯拉CEO爱伦马斯克,7月10月与上海市签订了在该市建立纯电动汽车工厂的协议,生产规模式普通汽车工厂的两倍以上年产,50万辆拥有强大品牌影响力的特斯拉。 将成为吸引其他厂商,前来建厂的因素从上游到下游,中国正逐步开凿出,作为世界纯电动汽车工厂的运河政局不稳定,在中国资本扎根的干果日本企业单独行动很难打入进去。 日本经济产业省汽车客表示,将建立可以对股等资源,进行联合采购与储备的机制。 2018年内就将启动,并与各国协调通过建立国际性框架,防止非法雇佣同工,开采的股流通到市场上。 日本贸易占星机构披露中共宣布从2007年起的两年间,向非洲提供了近90亿美元援助,中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得到回报,拥有了埋藏在刚果的铜河谷的开采权。 中共从那时起就进行了布局日本和欧美汽车厂商,过于相信纯电动汽车的时代不会一下子到来,自然也就没关注股的问题。 中共花费很长时间,正要逐步掌控21世纪的石油。